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最好的支持,南无阿弥陀佛,感谢您。 出家人说,你已经知道苦了,何不把你的苦卖掉呢? 贫富说,苦还能卖吗? 这个出家人就教他,你如果专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 临终时佛来接你去西方极乐世界,就能永离重苦,但受诸乐。 这样你就是把苦卖了这个出家人说法很善巧。 贫富说,我们母子共住一个房间,而且做饭的灶也在这里, 床下还做猪圈,养了一头猪,房间里面非常邋遢, 怎么能念佛呢?他自己也觉得这么邋遢,这么脏, 怎么能念佛呢?是不是不恭敬? 这个出家人就告诉他,不要紧,你在家只管念。 有空时到寺庙来拜佛之后,这个贫富就依教奉行,专门念佛。 念了两三年,时间也不长。 后来有一天,他就跟他儿子预先讲, 到某一天,我就要往生西方了,你要为我料理一下。 一进母子知道他儿子根本不相信,后来又讲了一遍, 他还是不相信,不管怎么讲,反正不相信。 但是有一天,他儿子突然闻到一箱扑鼻,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到处找也找不到。 他想,房间是养猪的,这么臭,哪来的一箱呢? 这时候他就想,真的可能是他妈妈念佛往生了,他就相信了。 到了往生的那一天,他的母亲就现场表演怎么往生了。 这时,儿子亲眼看见他沐浴之后,换上了前净的衣服, 接着就端坐念佛走了。 这样一个不识字的贫富人,只念了两三年佛, 最后就坐着往生了。 这确实不可思议,这是近代民国的时候在浙江慈禧发生的事情。 净土法门没有人不能修,乃至没有文化的三岁小孩,八十岁老太太, 任何人都能修,而且就像这里的慈禧贫富,往生前一箱扑鼻, 持续了好几天,有这样不可思议的瑞相,摘字,往生论注讲记, 分享此视频,历人历己,功德无量, 即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下就三道苦, 为愿见闻者,西发菩提心, 在世富贵权,往生极乐国, 请常念阿弥陀佛,一切重罪惜解脱。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缠心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开启小铃铛, 分享, 期待您的留言与转发, 阿弥陀佛, 感恩。 Zither Harp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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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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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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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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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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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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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